我感觉我来淘宝最幸运的那件事 就来的时候跟旺台坐了一辆车 我跟淘宝退出这个电台 我接受不了了 我现在 我的左心房和左心室都是你 那我对门人是谁 对门人 充分去表达 哎呀 哎呀 我自己 那你在这期间有别人 你喜欢过什么的吗 那你在这期间有别人 你喜欢过什么的吗 就是 我都 我厕所都不想放了 桃花屋节目组 包括我们的六五零radio 最近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 请回答寄给桃花屋的15个问题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也收集到了几个 我们觉得很有趣的问题 要问给大家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给雪芹的 对 这个问题呢 是来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友 他问雪芹 你有没有被家人催婚 很尖锐这个问题 我有 我哪里老催我 一早就给我发微信 你说呀 你跟男孩一起住的时候 一定要那个 注意一点 赶紧下手 赶紧下手 对 这是主意 我说没有人跟我一起住 等会儿 雪芹跟男孩一起住了 没有 我说我没有男孩一起住 我已经关心到 我跟男孩一起住的时候 就跟 那意思跟人家好好过 你已经想到进一步了 对 说跟人家好好过 别老因为鸡毛蒜皮事儿吵架了 两个已经想到一起住了 对 好好过日子 我连个人都没有呢 那雪芹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另一半 那是我的问题啊 我想想什么样的另一半 就是汪台长这样的吧 这是郭 郭书记这种也勉强 咱啥 咱啥 我都其人之福 咱俩都配不上你 咱俩都配不上 好好处 那请问一下 蜡木对于孤独 或者对于一个人 是怎么理解的 以及呢 两个人 你是不是觉得 就会比一个人更快乐 我觉得首先 我得做到一个人 就能够很快乐 然后其实再找到 另外一个自己也能 很快乐的人 两个人在一起才会 更完整 更快乐 那有时候其实 在生命当中 突然出现的那个人 可能会让你从快乐 变为不快乐 比如说呢 郭老师 展开说说 让我 让我康康 没有了 这是郭老师对于 人生的一些个误解 有可能 当然是目前 我比较犹豫 也比较害怕 我怕我自己 现在的快乐生活 被 被另外一个人打破 对 被人打破 那你保护好他 不要破掉 我保护好我自己 那大家觉得 在我们桃花屋人员 最好的是谁呢 那必然是我们 敬爱的汪台长 哎呀 我们汪台长 就是给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对啊 其实他春风要抚摸着你 没错 有时候在外地感受到春风 我都觉得这汪台长啊 太过累了 那我睡过去的 我有时候觉得 我能跟汪台长 就是呼吸同一片空气 都是我的荣幸 哎呦 我觉得呼吸他的二氧化碳 都是我的荣幸 我感觉我来头 最幸运的一件事 就来的时候 跟汪台坐了一张车 对 我跟汪台长退出这个电台 我接受不了了我现在 差不再说点正常的正常的正事 很多人也都说 说 哎 汪四龙 为什么你的人儿那么好 大家这么喜欢你 我这两个字真诚 你可真诚啊 你真诚啊 你真诚啊 你真诚 你是真诚 真诚 你真诚 那大家平时有什么 交友的一些小小秘诀呢 首先你就是要跟优秀的人交往 又来了 又来了 我还有第二个 接交朋友的办法 就是谁愿意跟我交朋友 我就跟谁交朋友 看来 这是个好主意 就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 我就不愿意主动打开那个 心能 对 不就等谁愿意主动跟我聊天 完了 我还等 他第二回还来 慢慢我俩就成为朋友了 那到底有没有人来主动找你啊 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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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 就在这 杨子在教技巧 我的技巧也很简单 就是 真诚 要不咱别忘了 没有 没有 为什么你会没有这样啊 其实就是 哭了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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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也没说了 杨哥哥 不是 高分手啊 没有啊 那为啥哭 就是因为 别聊了一会儿又哭了 快点 快 他是中 是亚洲人吗 亚洲人吗 是 但不是主要是 行了 别说了 别说了 这样的我都别 你幻感不行 别往家问了 没有 你没谈过恋爱 没有 对 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对 他喜欢帅的 阳光运动的 帅的 没有 不帅行 阳光运动的 对 少 这样就少 确实实验不好找 不好找 咱俩也大差不差吧 咱俩 我谈过一个 那你谈了很久的吧 三年 你呢 这个 问就问 高手 这里是高手 你没数吧 咱就 谈过几个 谈过最长的三年 反正 我也是三年 你看他转换一个问题 转换一个问题 他避免了这个 谁问你最长呢 我就问你谈几个 几个 几个 几个是 一个手能数过手的 两手过来吧 两手能数 不 能差不多 太厉害了 还是太厉害了 我是 都不下手 我谈的时间都很长 对 三年三年就是这样的 那你这说几个吗 三年三年谈 你这得做 那玩五个那话 今天谈了十五年 五个十五年 一年二十起 哎呀 走了我这混的 我担心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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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这期间 有比如说你喜欢过什么的吗 那你在这期间 有比如说你喜欢过什么的吗 就是 我都 我厕所都不想放了 厕所都转回来了 你有又有喜欢过的吗 就是这个 有遇到过 比如说觉得还不错 但是就是没有下一步法 这 可以上了 难 不好谈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在家挺好的 是吧 看看电影 多事 比较自由 想辣 你无聊的话还有朋友频道 就是还没遇到特别心动的人 就是没有 还没 这一段我挺感兴趣的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幽默的 完了又有幽默又文艺 我不能接受这个人纯幽默 那撒克克不行 大家好 我大撒的这种不行 是我们圈的吗 不算吧 幕后 什么你就给我指名道姓了 我这也 我这 我这 还说个范围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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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都想谈恋爱了 怎么办 我们 这里面所有的人认为你最帅的 是谁你知道 我打吉他奏 你咋知道他觉得 我们俩在来的路上已经交流过了 你知道他认为你帅到什么程度吗 帅到不敢看你 有什么帅的 转过来我看看 有什么帅的 咋帅兔了呢 给他念 有什么帅 龙龙 回去拿个双眼皮 到时候也能像他一样帅 龙龙有 有那双 有那双吗 有 有 有真的 你再往下开一个 哥哥 心里永远有一块你的位置 空落落的 空落落的 心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我的左心房和左心室都是你 那我对门是谁 他对门 邻居挺多 我对门感觉怎么混呢 至少有六个男的助纪来过了 心里有个童话物 他会让人冲上去表男子 还以我自己 我 现在是我 喜欢和正常 不是那个 对不起 我可以 没事 我这很容易嚇到 挺好的 好温 好 没有人知道 这不是好 这是不臭的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觉得他很真实 很诚实 就是他想做什么就会做 他要放屁 这要放屁 我说 这俩一年级是真傻 我现在看评论还说 这俩是好朋友 当然能当上好朋友了 都不咋地 他们说 评论里 太好笑了 确实表现得不好 骂就骂吧 对 我后来不也道歉吧 躺平任潮呗 但是后来我就会变得 比如说 就不太敢说话了 比如说怕说错话 然后 因为你也不知道 大家会怎么想吗 真没必要 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就是多放松一点 多讲大 多讲一些话 不然你来录节目干啥 你回家去吧 对不对 你回家最安全 你也别干活了 你说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 就是不要过度地 就是紧张 或者焦虑 或者是不敢说话 你就正常输出 我觉得总会有人就是说 他慢慢了解你 你知道你性格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你一定要放轻松 因为咱们做了 这么长时间朋友 我觉得就你做朋友的时候 会比你就是 在录综艺的时候 给我感觉更活泼一点 是真的 就是做了什么都会被骂 你就做到让自己觉得 挺舒服的就可以了 对吧 我觉得就是总有人会喜欢 非常活泼呀 或是很打开的你 而且我觉得就是真的 你算是挺幸运的 你看迪哥来了 能把你之前那个事 给你盘一盘姐姐吗 这也是真没想到 没想到这么巧 就说明老天爷都想 就是让你把就是 那些被大家误会的事情 解释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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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